这个棚的番茄是我们二月份定制的 二月份 三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 六月份 已经五个月 还不到五个月时候 现在呢 番茄已经是第九岁花了 第十岁花呢 刚露头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番茄呢 当时是采用的 蚯蚓粪配偿种植带的一个低成本的 无土栽培的方法去种植的 你看现在下面整个的挂果量 包括番茄的果个 包括这个椰片的长势 都非常好 对朋友们来说 有很多想去做这个无土栽培 想去学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种植技术 有些朋友太难了 能不能学会 实际上这个无土栽培啊 我感觉啊 比土壤栽培还要简单 因为你这个不接触土壤以后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了 你平时你关注的 你知识关注的一个水肥的管理 你只要水肥管理好了 其他都没差问题了 所以说你在土壤栽培的情况下 土壤栽培的病菌啊 土壤板结啊 土壤的透气性啊 土传病害啊 等等都是一些问题 但是你这个无土栽培的话 你不用考虑那么多 所以说呢 如果朋友们想去从事农业的话 可能就是现在开始做无土栽培 可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吧